平抽在肩膀附近 怎么挑高球 是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 抓到这儿对吧 转过来 然后手把往往打了一点 把手把力 这就跳了 有点奇怪这个动作 这个步子的球 对 这儿在球 三个 好 就这样去挑 这个其实很简单 这条球正前方挑球怎么来呢 正手挑球又高又远 先讲一下手法 我做一个动作 你们是去 摄像队害的动作 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队还是第二个队 OK我讲一下 第一个是错的队 一般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 也就是你要挑球的 就意味着你被动 对吧 你被动 你被动的情况下 因为没有时间 就没有这个空间给你做 多多的 你开动 广告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在挑球的时候 你动作要干脆剪裂 好 看一下手法 正确的是 刚刚这个是错的 正手高远球的握拍 把大拇指移上来 和食指平行 然后手腕手腕 小臂和球拍 形成一个偶像 球来的时候 拿着球拍 直接往球的下面 直接往球的下面 对他们给握一个 然后从下往 向着球拍 球 他触到球的时候 握紧 手腕握紧 握紧的 手腕的以外 往前往 送出去 也不送出去 球出去以后 让你的气球也 觉得 好像 有所乱的 这个是正确的调节 而且会非常的努力 我来细一下 同样的原理 挑直线 挑斜线 都可以调 那么如果你们想把球 挑得又高又远 把手法调整,先往前,先往前,再往上 这是刚开始学球的,先往前再往上,先往前再往上 如果说已经掌握得比较好的,想要把球调得又高又低,先往上再往前,先往上再往前 成功就是这样,成功的调整的话就这样